看來高文宜耀安跟他的假博士們 這兩個注意到蔡英文一旦沒有權利之後 可以說終日黃黃 當然啦賴信德相對就是得到便宜的好處的 你來到重慶坦白我是歐松敬 除水裡話除息 不過咱們還是要談到台灣的政治結構 現在咱們看看此時此刻的民進黨如何 民進黨是幾家歡樂 當然幾家醜啦 最醜的人是誰呢 那是蔡英文 蔡英文不管怎麼個選法 總是他一定是個輸家 也就是說他非把權力給交出來不可 而且他權力啊 交出來還得通通交 不管是黨的或者是府方的 來自於整個公務體系的 他沒有一處要不交出來 通通得交 不過大家說啊 你蔡英文不是已經買了這麼多軍火嗎 軍火不就有回扣嗎 傳說中的軍火回扣 他的數量都還多 那蔡英文為什麼買這麼多呢 大家就懷疑他是不是拿了回扣就可以更多呢 那誰幫他負責收回扣呢 那當然是蕭二小姐 也就是蕭美琴 就是我們說的上官婉兒啊 武則天培養了一個政治能手 叫做上官婉兒 這個蕭美琴呢 跟蔡英文應該是唯二 搞得清楚 到底美國啊 所謂的前25家軍火商 到底軍火的回扣是多少錢 這件事只有他知道 好 那麼這兩個姑娘知道以外呢 其他的人是肯定不知道 而且錢啊 肯定要存就要存在美國了 那麼美國在樂得你錢啊 雖然表面是給你 實際上啊 還是在美國之中了 可是啊 有錢沒權利啊 你再有錢 你看看郭台銘 郭台銘不就是有錢沒權利吧 他最後啊 是在選舉前 連台灣都不太敢回 一直到選前幾天呢 大家都還找不到他的人 連聲音都不敢放 那這就跟他平常啊 耀陽會的樣子啊 是差距很大了 現在呢 蔡英文呢 馬上就要沒權利了 但他正式完全沒權利 要到5月20號 中午那會啊 權利完全交出來 他才變得完全沒權利 那麼大家就要說 那蔡英文一旦歇菜 權利一旦沒有 他的兩大案是不是會齐發 哪兩大案呢 再給您科普一下 第一大案 就是他的假學位 假博士案 還有假論案 這是第一大案 而第二大案呢 就是他的生物科技 或者說疫苗案 也是高端案 這兩大案啊 您說哪個嚴重呢 都嚴重 因為呢 如果假博士們 真的就發作了 那怪怪 那可不得了哦 那等同於 他從1983年到1993年 幹講師 助理教授 副教授 或者特作副教授 來自於教授 全都出問題 那些錢 是不是要退回給當時候的政治大學 和動物大學呢 以及當時候指導的學生 到底算數還是不算數呢 哎 這都讓人家覺得很頭疼 因為呢 如果你當時候的 學位不算數 那你的教授不算數 那你指導的學生又該如何示好 別忘了 這個蔡英文 從1984年指導 一直到1997年 他的總指導篇數呢 是57篇的碩士論文 如果這57篇 因為指導教授而不算的話 哎呀 那這些研究生 不就倒了大霉了嗎 那 然後我們再看看 他如果高端疫苗 疫苗案爆發的話 他會怎麼樣 哎 這個事呢 可就是涉及到貪賭啦 背信貪賭的話 可就是一座 那就是20年以上的牢了 前面那些呢 是頂多 是異科罰金 再不然就對背信 哎 還可以判管刑 但是啊 如果是後面這些的話 那可就不是開玩笑了 可能就直接抓去關了 看來啊 高端疫苗案啊 跟他的假博士們啊 這兩個 足以讓蔡英文 一旦沒有權利之後 可以說終日惶惶啊 當然啦 賴欣賭呢 相對呢 就是得到便宜的 好處的 這個 獲勝者啦 當然相對於 蔡英文人來說 他比他小了 四五歲 但是呢 他 可是相對笑的 比他長久一些 至少整個民進黨 都控制在他手上 還有新潮流 也在他手上 你說他能不笑嗎 感謝你的收看 好可怕 好可怕